还真是啊 谢霖这件事情让我想明白了 工作和孩子 真的要好好平衡 我也想明白了 跟你有什么关系啊 想明白什么了 那以后咱们有了孩子 去把工作辞掉 好好带孩子 这样啊 你就可以安心地 踏踏实实地 忙你的工作 想太远了吧 关于我们未来的一切 都在我的计划当中 一点都不远 那我作为参与者 是不是可以挺挺都有哪些计划 首先呢 我会向你求婚 然后举办一场 不需要特别隆重的婚礼 但是一定要很浪漫 我会带你到意大利东迷远 养一只猫 跟一条狗 我们一起做饭 一起做家务 一起逛超市 一起晒太阳打车盗 我们 我们有了自己的孩子 看着他一点一点长大 拥有他自己的人生 等老了以后啊 我们会搬到森林里面的小木屋 小屋外头 有一片湖 白天我们可以坐船去钓鱼 晚上我们两个人围坐在火炉边 回忆我们的过往 回忆我们的过往 听了你这么多的计划 我现在也有一个小小的计划 什么计划 没什么 我就会想好好地抱着你 好呀 还有这个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